大家好,欢迎来到阿严生活家手作间的刺绣小课堂 今天介绍的针法叫三行锈 我们先从左上出针 然后像锈金干锈一样 往前一针往回半针出针 然后把线拉到下面这条线 斜着从这里中间的位置入针 然后一个金干锈 完了之后再拉到上面 就像这样 移上移下的进行交替绣制 最后呢入针结束 这样一个三行锈就绣制完成了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变化 比如这样 我们可以把它绣得密一点 像这样 让它横着的线都挨在一起 形成一个封闭的图形 绣制方法都是一样的 只是间距发生的改变 这样一个封闭的三行锈就修好了 好了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吧 再见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关注和点赞吧 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提出您的宝贵建议 我交流手作的心得 我交流手作的心得